大家好 新年快樂 現在是2021年早上第一餐 先說說新年願望 我每一年的新年願望都差不多 近十幾年都是減肥成功 既然每一年的新年願望都是減肥成功 成不成功大家明白 不過成不成功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個希望 去年由於經常困在家裡 體重有點進障 今年就要努力一點 早餐第一餐 我跟自己說 多吃點水果 多吃點水果 有些酵素 多些纖維 皮膚也好一點 所以你看我這麼早就在這裡批蘋果 我每天早上吃的早餐其實都差不多 有些小腸、餐肉、火腿、火腿、火腿 會吃粟米 今天有粟米 之前開了 基本上我會吃很多雞蛋 因為我覺得雞蛋很有營養 以前都說會怕於膽固醇 但有些文章說 雞蛋的膽固醇是有益的 所以都可以的 所以我差不多每天都吃的 我喜歡吃粟米 粟米煎下去會很香 嘩嘩嘩 那些粟米不停調 喂喂喂 彈走 彈走 雞蛋我就不發的了 直接打下去 拌勻 家裡有芝士 加芝士 不用特意包在裡面 就這樣炒至半熟 也很好吃 你們就說我用筷子搅拌一下 是呀 就是這樣煮的 OK 搞定 關火 不放鹽 因為午餐肉有鹽 加些胡椒 炒蛋 平日就是這麼多食物 水果 還有炒蛋 平日就是這樣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餐 豐富一點 有加料 登登登登 新年早餐的神秘嘉賓 就是這隻糯米雞 好不厲害呢 有兩隻珍珠雞 一人一隻 早餐吃一隻珍珠雞 全年都嫩嫩嫩 這隻糯米雞 是阿萍姐請我吃的 喂 你不要顧著吃 多謝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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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第一餐 有人請我吃東西 我今年有好運行 全年蜂衣足食 大家新年快樂 我今年會讓你吃東西 要吃東西 只要吃東西 做得到 也請問我 我再也請大家 吃東西 吃東西